女孩四岁意外离世,25年后却被银行告上法庭,银行139万贷款必须还。 小女孩四岁不幸离世,25年后却被银行告上法庭,只因欠了139万贷款没有偿还。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一个死了25年的人,究竟是如何办的贷款?探秘案件真相,竟在案边风云。 这场离奇的贷款案开始于2023年,当时重庆江京区的一家银行在年初例行清理贷款时,发现李章名叫小陈的借款139万的证明,贷款的时间已经逾期很久了,小陈也没有还上。 工作人员多次打电话催小陈还款,都没有打通,小陈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无奈之下,银行只好例行公事将小陈告到了法院, 申请执行小陈名下的财产,用来还上贷款。 随后,这场银行贷款案就被当地的人民法院所受理了。 不料,当法院在查询小陈名下的财产时,竟然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。 当时负责这起纠纷案的法官名叫罗建,他在系统中将小陈的身份信息输入后,却显示查无此人。 罗建以为是系统卡顿,无法显示小陈的信息,他还特意多输入了几遍。 依然没有查询到小陈的任何财产信息,屏幕上显示的都是身份信息无法通过验证的字样。 此时,罗建已经意识到了一丝反常。 平时出现这种情况不外乎,小陈已经死亡,或者是小陈的身份信息在录入系统时出现了错误。 为了查清小陈到底属于哪种情况,罗建按照小陈身份证上的地址来到了当地的公安局。 不料,这一查,差点让罗建惊出了一身冷汗。 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在听完罗建的来意后,立刻将小陈的户籍档案调了出来,早在1998年。 小陈就已经因病去世了,但是他的户口却是在2021年才被公安机关注销,这实在是太习俏了。 随后,罗建拿到了小陈以前的家庭地址,想要向他的父母打提一些具体情况。 没想到,小陈的父母早已经搬家了,根据以前邻居透露,早在十几年前, 小陈一家就搬到了万州生活,罗法官忙活了大半天,连小陈家人的影子都没见到。 当然,他也没有放弃,他驱车又赶往了万州的户籍派出所。 在这里,他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缘由,小陈确实是在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 但由于当时户籍档案管理的不严,所以他的户口一直没有被注销。 不过,警方查到,在2014年,还有一个叫陈某的人拿着小陈的身份信息,还办理了一张身份证。 所以,小陈就以这样的方式活在了人世。 但是,在七年之后,小陈的身份信息就被公安机关注销掉了。 那到底这个陈某是谁呢? 是不是他假借小陈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了呢? 小陈的身份证又为何在2021年被注销了呢? 2023年,一个在25年前就去世的四岁女孩被银行告上法庭,指引女孩无法偿还139万元的贷款。 既然人已经去世多年,这139万的贷款是谁替女孩贷下的呢? 这背后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? 罗法官凭借多年的办直觉,肯定这个陈某的身份不简单。 随后,罗法官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联系到了陈某本人,并要求他尽快去往法院说明情况。 没过多久,罗法官就见到了陈某。 果不其然,他和小陈身份证上的人长得一模一样,在被问及两人的关系时,陈某也不敢有任何的隐瞒,只好将实情和盘拖出。 原来,小陈和陈某竟然是关系亲近的堂姐妹,小陈的父亲就是陈某的二伯,两人的年龄相仿,账相也很相似。 不少人都说两人就像是一对双胞胎,不过,小陈的命不太好,四岁时就被确诊了不治治症,在医院里治疗了半年,就不幸离世了。 但是,小陈去世后,他的父母为了能够多得到一份政府的移民补助,就没有将女儿的户籍注销掉。 小陈去世没几年,他的父母就从三峡移民到了万州地区,所以邻里邻居也不知道小陈已经去世的事情。 一晃时间又过了好几年,国家开始加大人口普查的力度,小陈的父母害怕事情败露,只好找到侄女陈某来冒充女儿小陈。 2014年,陈某拿着小陈的身份信息,在派出所里补办理张身份证。 由于当时人口户籍查的并不严,所以陈某就轻易地蒙混过关了,有了侄女的帮助,小陈父母又能接着多领了一份国家的补贴了。 而陈某的手中也多礼张,名字是小陈,照片是自己的身份证。 当时,陈某只是出于好心帮助二伯办理了身份证,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违法行为。 被发现了也许就要坐牢,而之后发生的一切却大大的出乎了陈某的预料,也让他手握两张身份证的事情彻底曝光了。 2020年,陈某大学毕业后,就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。 找一份工作就嫌气势多嫌少,每份工作都没有干长久,整日里做一夜暴富的美梦,在一次机缘巧合下,陈某结识了两位朋友何某和周某。 三个人很快就打成一片,每次陈某看着何某两人穿金带银十分羡慕,终于有一次吃饭时,陈某向两人询问赚钱的方法。 没想到,何某两人却是笑而不语,敷衍了陈某几句,可是何某两人越是这样,陈某就越好奇,终于在陈某的不断追问下,何某告诉他,他们做的生意叫炒房,做成一单不仅能拿到高额的报酬。 后面还能得到一套房子,在何某花言巧语的诱惑下,陈某也狠狠心动了,他立刻向何某两人表示,自己可以加入他们,一起发财。 当时,陈某以为自己能够实现财富自由,不成想他却卷入里场巨大的阴谋,等待他的将是牢狱之灾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2023年,一个在25年前就去世的四岁女孩,因无法偿还贷款,被银行告上法庭,经过查证后,发现竟然是女孩的堂姐冒用她的身份办理的贷款,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2021年,陈某加入了何某两人的炒房组织,苦于手中没有多余的钱,于是陈某就想尽各种办法去筹钱,借了亲朋好友一大圈,还是没有筹到太多的钱。 这时,何某两人就告诉陈某可以去银行办理贷款,贷出来的钱交给何某两人,日后的贷款和利息他们可以负责偿还。 陈某觉得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,果断答应了下来。 之后,陈某就跟着何某去往江津区的两家银行办理了贷款手续,借到了几十万块,在第一笔五千块到手后,陈某自然高兴得何不拢嘴。 随后,他又想着自己手中还有一张身份证,还可以去银行办理贷款,于是陈某就用小陈的身份证在两家银行办理一百三十九万元的贷款。 但是,让小陈没想到的是,何某两人竟然是个骗子,他们在骗取了陈某等人的贷款来的钱后,就逃之夭夭了。 陈某立刻向公安机关报了案,这一查竟然发现,这个诈骗团伙的人数众多,竟然高达两百人。 可想而知,像陈某这样上当的年轻人肯定不少,很快,这个涉嫌炒房诈骗的团伙就被警方抓获了。 而这起案子,犯罪事实清楚,受害人众多,公安机关很快就依法对他们提起了公诉。 而小陈拥有两张身份证的事情,也被警方查了出来,在对陈某进行批评教育后,工作人员就将他冒名顶替小陈的那张身份证注销了,并且在小陈的户籍证明上,添上了已故的二字。 可是,注销的身份证,并不代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,在小陈的身上还背负着一百三十九万的贷款呢,银行自然是不可能会善罢甘休的。 两年之后,银行迟迟等不到陈某还上贷款,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,这才让这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冒名顶替案件重新浮出了水面,小陈已经去世。 贷款自然和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,而陈某作为贷款的实际办理人,自然应该由他进行偿还。 除此之外,陈某利用唐妹的身份证贷款还涉嫌了妨碍信用卡罪。 最后,法院判决陈某六个月的有期徒刑,缓刑一年,此外还罚了他一万块钱。 之后,罗法官将贷款的真相告知了将进去的两家银行。 他们很快就撤销了对已故小陈的强制执行,并更为了对陈某的强制执行。 无论陈某如何逃避,这一百三十九万的贷款都将由他进行偿还。 不过要是陈某无力偿还,等待他的只有锒铛入狱。 这场离奇的贷款纠纷案到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。 但是从这个案件中,我们也能看到很多问题。 当初,陈某拿着小陈的身份信息贷款时,银行的监管肯定是存在漏洞的,才让已经去世了25年的人轻易地办理了贷款。 而陈某一心做着发财梦才被有心人诈骗,所以任何时候,我们都不要相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,脚踏实地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。 陈某一开始可能真的就是被那俩骗子忽悠得晕头转向的,想着能过上好日子。 结果却把自己给坑惨了,还有那个二伯,为了一点补贴就做出那样的事,也真是让人挺无语的。 咱们生活里经常会碰到一些看着好像能轻轻松松赚大钱的机会,可很多时候,这些机会背后可能都藏着陷阱。 就像陈某,他要是能多想想,多考虑考虑风险,可能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了,还有就是那些规定。 可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就去违反,就像二伯不住销户籍信息,最后惹出这么多麻烦事,咱们都得守规矩,老老实实做人,踏踏实实地赚钱。 这样才能过得安稳,也不会给别人给社会带来麻烦,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个事里吸取教训,别再犯类似的错误。 世界纷纷扰扰,钱确实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大部分的烦恼,所有来钱快的方式都被写进了法律,只要触碰就必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 这件事情也反映出基层其实还存在法律意识薄弱的情况,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件事,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。 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?